現在我們要知道的東西叫做庫倫定律 就是兩個帶電體之間的靜電力的大小 跟電量乘機乘正比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這句話聽起來跟一件事很像 YMV YMV是跟質量乘機乘正比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這是一個重要的來講兩個之間的力量的大小 就是YMV就記住跟電量乘機乘正比跟距離平方乘反比 然後我們就有一個公式 這公式對國中生沒有用 這樣子 為什麼沒有用 因為我們國中不交那個K 國中沒有交這個K庫倫常數 所以國中沒有真的去問你 這個一庫倫那個兩庫倫 中間距離一公尺請問力量有多大 這種題目我們國中不會有 只會跟萬有引力定律一樣 問你質量變兩倍力量變幾倍 距離變三倍力量變幾倍 這裡也是一樣 就問這個 問這個 我電量變兩倍請問你我力量變幾倍 我的距離變三倍請問我力量變幾倍 那當然會有一些變形 一些變形 比如說 這個帶正二 這個帶正四 這個帶負二 兩個碰在一起再拉回來多少 一開始是四跟二 四乘二 正四跟負二碰在一起之後呢 正不抵消只剩下二 再一人分一半 拉回去一乘一 OK 你這樣不錯 所以 就是只有比例的計算 沒有真的去算它有多大 所以公式對國中生用數不大 就是要回到前面這個 電量乘積乘正比 距離平方乘反比 這叫做庫倫定律 庫倫定律來算兩個力量的大小 當然也可以有一些什麼題目啊 這裡放個那裡放個那 問你何力多大之類的 所以這裡是一種 反正就是運用這個就對了 叫做庫倫定律 庫倫定律在相同 比如說都是兩個電子 都兩個電子 擺在一樣的距離 那麼電力的力量是遠大於萬有引力的 萬有引力在力裡面算是很小很微弱的力量 可是我們通常只感受到萬有引力 沒有感受到這個電力 那是因為東西基本上呈電中性 正負電一樣多 有人吸有人刺 結果變成好像就沒有作用一樣 所以這是抵消的關係 抵消的關係 所以沒有察覺到有所謂的靜電力的存在 否則其實靜電力的大小是比萬有力還要大 OK 請寫課堂練習